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子走得挺快的 电子走得挺快的很视乎它里面进行一个什么的化学反应 我会说 今时今日我们就会说的 我们已经刚好有足够的能力来去追踪到一个化学反应是怎样发生的 就是化学反应是我们经常给那些化学方程式 你将那些碳给氧气之下燃烧 接着就会结合变成二氧化碳 譬如最简单的其中一个化学方程式 一个carbon一个c 加一个o2氧分子 接着一个箭嘴变二氧化碳 然后后面再加能量加热量的意思 就是代表着你烧炭的时候会产生热这样的意思 当然有其他的周边化学反应就是原来氧氧供应不够时 会出一氧化碳这些其他东西 但是我们是很多时候不能够在这些化学方程上反映到 那个化学反应是有多快有多慢的 我们唯一感受到那个化学反应哪些是快哪些是慢的时候 就是有些反应是会出爆炸的 那些爆炸性反应就是一些很快的反应来的 但是有些反应就会是慢的 但是我们就读化学的时候 尤其是中学那些就不会很注意到那个反应的快慢那样东西 尤其是说一些这样的燃烧的反应 所以这个背后意味着就是其实我们一直想拍一个视频 去看一下这些化学反应基本上是很困难的 但是刚刚其实在近这几年我们是有技术能够做得到的 其中我们就会有賴住一些新的发明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能够做到很极短促的光蜜冲 现在甚至乎呢 凭着这个极短的光蜜冲技术呢 我们能够去发明到一个更加劲的电子显微镜 电子显微镜这个概念呢 对于很多就是做工程啊 做实验室啊 甚至乎呢 其实如果现在是今时今日 香港理科有读物理 高中在DSE课程有读物理的这些学生呢 他们要读电子显微镜的原理的 那么今时今日呢 但是我会说了 电子显微镜的原理呢 已经去到它那个探测能力了 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呢 它已经能够看到更加仔细 更加短促的化学反应 甚至乎我们会说呢 在一个化学反应里面 一个化学反应里面 它的电子的活动呢 我们都有能力呢 去用这个电子显微镜去追踪到 从而去给了一个动画出来 那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电子显微镜呢? 首先就讲一下我们平时的显微镜 平时的显微镜很多时候是光学的 放大几百倍而已 那里面牵涉到两块玻璃镜片 就是两块那些凸透镜 把它放在一个固定距离 你调校一下 你会发觉 可以放大多一点 少一点 甚至乎它有一个极限的 你把它放在太近或太远的时候呢 又做不到这个放大显微的效果 那就是基本上放大镜 那些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原理呢 都是一些牵涉到两块凸透镜 去把一个远的景象放近 或者是把一个很近的影像放大 就是这样的光学原理 那这些叫做我们说在中学的层面 我们有能力去画一些图 就了解到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样子 但是呢 光学的仪器呢 有它的极限在这里的 它没有能力将那些东西无限地放大 这个涉及到我们制作这些 透镜的工艺是有个限制的 所以我们无论是天文上的望远镜呢 你要用到可见光 用一个很漂亮的透镜来制作天文望远镜呢 是劲极有限的 OK 同样了 你去做那些显微镜呢 你如果要看再细再细的东西 我比较盡你看到细胞的层面 OK 你将一棵植物切开里面那些细胞 看到一些大粒一些的细胞 你会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看到那些是病毒层面的东西呢 你不是可以用一个普通的光学显微镜去看到的 这个就要有赖到一些更加新的技术 我们就不再依赖可见光和突透镜 用那些可见光的光学原理去看东西了 我们就好像我们天文那些研究那样 要借鉴到用其他的物质来帮我们去看东西 天文上我们有时会用X光望远镜 用红外光望远镜来去看一些我们普通眼睛看不到的光 那如果用电子的层面 譬如说我们显微的层面 又不一定只是用一些不可见光的 其中我们可以用到什么呢 就是用电子了 那用到电子就是怎样呢 其实就是说等于我们洒一堆电子上去 然后看看那些电子碟反射出来的影像 来去帮我们看一下原本里面那件事是什么 听起来的原理好像很抽象 但是其实你用光学的望远镜来看东西 其实都是同一个原理的 我们为什么看到月亮有光呢 就是因为太阳洒了光纸下去 然后月亮表面把光反射到我们眼睛里 我们就看到月亮是怎么样呢 我们的眼睛就帮我们分辨到 这个就是月亮的影像 只不过现在我们洒的东西不是光 我们洒电子上去 然后就用第二个仪器来将这些电子的反射 或者甚至于扰射 甚至干涉的这些 就是它在物理上给出来的这些讯号 来重新组织回来 告诉我们原本那件事的影像是怎么样的 这些这样的技术其实在这个二十世纪中 就已经慢慢成型了 就是我们慢慢呢 我二十世纪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学会用一些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光 来去看另外一个世界 天文的世界或者粒子的世界 我们都有看 另外就是学会了甚至乎不用光 甚至乎是用电子帮我们去看东西 所以电子显微镜这件事就是 我们被一些高能量的电子打进去那些物件 那件物件就会对这些电子构成干扰 有一些物理的相互作用 我们收集那些电子出来是怎样被干扰 就能够还原到那个影像 就是很粗疏地一个这样的意思 而且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呢 你如果能够被电子的能量越高的话 你出来那个你可以看到越微小世界的东西 而且可以看到能够越清晰的影像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电子显微镜更加重要的地方 你想看它清不清楚一点呢 你可以尝试加大那个电子的能量 你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们在以前其他的科学生知道有提过的 如果你想看那个生物学上的样本 是有麻烦的 你给下去那个电子能量太强的话 你是会破坏那个样本自己本身 尤其是那样东西如果是一个生物学的样本的话 你给下去的电子太厉害 那个电子本身会是打烂了那个样本 就干扰了 就令到你反而看不清楚那个样本本是怎么样的 所以在这里来一提就讲了 其中一个以前班比诺贝尔奖的一个研究就是说 我们怎样能够将那个样本的物料去锁定了 其中一个锁定的方法就是将它用液态氮冻住它去 然后将那些样本冻住了去 令它锁定了结构之后 才再用强一点的电子显微镜打下去的时候 就令到我们看到一些更加仔细的生物学上的结构 就令到我们可以运用今时今日的电子显微镜技术 来看到一些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就拿到一个洛布尔奖 那现在我就会说 今时今日的电子显微镜的能力就是 我们有了新的技术 是可以将它的电子能量加到更加大 令到它看到更加微小 微小到一个地步 不单止就是电子在哪里 而是电子在哪里 我们都能够去追踪到 就是变成了能够达到去追踪一个化学反应的效果 那如果我们要看 如果你用电子显微镜去看电子 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呢? 有的哦 其实是 当然你要掌握那样东西是难的 因为你想一下电子 当初为什么打算用电子显微镜去灑进东西来看那些东西呢? 就是因为我们贪电子是一样轻的东西 就是比如我想用电子来看DNA DNA是一个很多其他的粒子 一个很大型的复合分子来的 那我们找一个很轻的东西 灑进一件很重的东西那里 就是你可以想到就是大卫对着哥利亚 就是你很难一个这么轻的受弱的人 去干扰到一个这么大的巨人 但是如果你找电子看电子 你会发觉又是另一回事 大家都半斤八两的 所以如果我撞下你很厉害的时候 我对你的破坏也很厉害 所以这个也构成了那个困难所在了 就是我们怎样可以用那些更加厉害的电子 就是能量高的电子来看一些更加轻巧的东西 这也能使我们追踪那个化学反应困难的地方 其实这个技术又牵涉到一些其他的细节 他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够做到更加更加仔细呢 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去发明了一些 就是把那个电子做到一个更加短的密充 如果你是一堆电子审进去 一次过对它构成这么大的干扰 我们都会测量得不好的 如果我们是能够忍住 比如说我们是一次过只是射 可能是一粒一粒 都不要说是一堆了 可能是几粒 甚至乎是两三粒 甚至是一粒的电子 就这样一粒射下去 然后看看它出来是能量到什么 然后再逐粒射 就是慢慢去透过逐次逐次去加下去 去探测它的状态 相对来说我们是能够掌握资讯的好一些 就是比你一次过审一大堆下去的时候 最后结果乱七八糟互相干扰 效果就没那么理想了 现在我们因为我们有能力 去将那些光的默充做得很短 从而在技术上我们都有能力去做一些 基本上在电子显微镜里面 做一些每次只可以噴能量很高 但是粒数很少的一些电子出来 来打到那个样本里 然后透过一个长期的曝光 来看看本身的状态是究竟 就是那件被测量的物件是一个什么的状态 这件事有拍照的朋友你知道的 你要拍一些很弱的东西很暗的东西 你就长期曝光 但是长期曝光是不是对于电子显微镜都这么可行呢? 就很视乎你的电子显微镜的仪器本身 你发电子那样东西你能不能够做到它是可以忍住很少很少 少得来的能量很高 那你能够掌握到这一刻呢 你就可以做到一个比较 就是可以就拥有一个长时间曝光的能力 去拿一个准确的影像在这里了 那所以呢过去来讲呢 其实那个比较卡住的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将那个电子显微镜里面 发放电子那个的元件做得更加精细 每次去发放得更加精准可以几少都可以 而另一方面就是每次给这么少的电子出来 但是可不可以每一粒给出来的能量是高很多 那就绝对就可以提升了我们的解像头 以及去追踪这个反应的速度 那你解释了 但是如果真的看的时候呢 那个电子不是我们想中的嘛 我看到这一粒电子 看到那一粒电子 其实那个形状是怎样的 这里呢又要仔细点解一下 它在这里要追踪那个化学反应呢 它不是真的跟你追着一个化学反应 从头拍片拍到尾的 其实就是说它是同时的 它怎样还原整个化学反应是怎样呢 就是等于其实我们今时今日 我们怎样探测光合作用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要观察很多次的光合作用 然后每次去观察它不同的部分 就是我们知道每个光合作用 整条片都是这样的了 但是我们可能头一次的观察 就是看到它头的那一小块 然后我们去再做第二次的光合作用反应 但是我们看到它中间的那一小块 我们是透过去重复很多次这些这样的测量 每次量到它不同的部分 来将它整个动画还原的 其实现在这一样东西就是 就是变成了那个化学反应就是 我们就是跟我们去想去拍片有少少不同的 拍片就是 就是演员演员演一次 由头拍到尾就一剔过 现在我们做的事就更加似乎就是说 我们要演员演很多次 NG很多次 每次就是拿那小块 拿那小块来把它重组回整条片 就这样把它剪回整条片出来 就是现在就像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你说我是否看到那里 就正如是一个发生这样的情况 现在唱歌也是这样的 是吗? 那如果你说是这样的 我们会不会做到一幅电子 去繞动那个图案出来呢? 那现在就这样 我们就不是说它的电子在 譬如说现在有个化学分子上 有个化学反应 我们真的看到它一粒电子 怎样由一道飞去第二道呢? 就不是的 因为现在是一个量子微观世界 那个电子就不是一粒的了 就是一粒的 一粒很含糊的东西 现在我们是有能力追踪到就是 那一粒的东西怎样去变形 就由一道变去第二道 就是整个电子云的走向 我们透过这样就等于 我们追踪到电子的走向 追踪到电子走向 其实就等于追踪到 整个化学反应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化学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牵涉到电子的交换 那些电子怎么走来走去呢? 或者就是原本那个碳的原子 外面有些电子 它后来就和有一部分的电子 就和那个养分子结合了 整个过程这个电子云是怎样 由那个碳外面 分享到整个养分子 到最后形成一个平衡状态呢? 现在我们是有能力去做 就是这类这样的追踪 好 这次要结束 我们下一次再回来 方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